197 聯電跌7成4 對 所以這個差距就真的很大 難怪他講說是血本無歸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是還原全值來看 所以那你說那現在怎麼辦 你現在拿到聯電的股票 到底要不要賣還怎麼樣 其實說真的 我之前大概兩個禮拜來的時候 我說LKK的股票可能都要翻身了 今年都漲老口口 對 我那時候就說聯電 我記得這個瑞蘭問說 聯電怎麼樣 我說聯電應該會不錯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個大哥都好到不行了 那總是有一點外溢的效果 所以大哥都訂單都排對了 那我說這個小老弟 總是產能利用率 至少有調高的機會 那第二個來講 我們在籌碼面的追蹤 也幫大家追蹤到 外資有在買聯電 他買完台積電之後 開始買聯電 所以也是慢慢買 結果股價有在動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你看一下聯電的周線 你現在來看它的周線 是打出了一個底部的形態 真的耶 所以當然這個小股東 他可能會發發牢騷嘛 因為畢竟投資了15年 但是我的建議是說 其實在聯電 以今年來看啊 我覺得應該會漸入佳境 我有沒有看錯啊 它的底型啊 大底打了兩到三年 沒錯 因為它在底部在那裡來來回回 震盪了很久 那所以它底部已經慢慢打出來了 而且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右肩出量又是外資買的話 你要特別小心 現在就這樣 對它是屬於右肩出量 而且是外資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我覺得 可能在今年裡面啊 我覺得LKK的股票啊 可能也是可以去注意啊 聯電股東會當中 今天呢就像盛杰說的 不要小看我 我不會讓你血本無歸 老闆怎麼講 對 它其實有一些基本面 繳出來的狀況還是不錯 它有講說 它今年大家比較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配發0.5元的現金鼓勵啦 應該還算OK啦 但是大家比較注意的是什麼 它要辦現真 辦私募 真之案 大家很擔心這個定價 因為一般來講私募 為了要吸引人家來私募 它都是用折價的方式 這樣大家才會來認嘛 那很容易怎麼樣 認新股 賣老股 對 這個董事長 洪董他講說 我們不會折價 我們不會折價發行 那代表說 如果說它是要 溢價發行的話 那代表公司啊 企圖心夠 然後價格股價 就會往上進行比價 你既然要讓人家 溢價發行 代表我對我公司有把握嘛 未來的前景是看好的 進個廣告好不好 其實我心中有疑惑 什麼叫做聯電要進行 私募增資案 私募增資案 對聯電的未來影響性 又是如何呢 回來之後讓盛杰說明白 愛建開股東會的好多 維泰準備好囉 剛剛不買台積電買聯電 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一個族群不要追高 去找落後補長的 誰呀來個教學 比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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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限量版 方形登場 購車零負擔 零投款或零利率 輕鬆選 試乘就送潮梯 其實賣檳榔怎麼講啦 在這邊就是比較客難啦 如果說能夠做好收納啦 規劃一個動線的話 可能對小朋友也有幫助啦 你說小 可是一家人在那邊生活 也覺得很快樂啦 冰藍湯等於是我的第二個家啦 無時無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Bu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realize How much you need to me My darling 享受神絲埋動 Post of Friday 小麥啤酒 I love 連續十二年最高榮譽白金獎 連續二十五年 梨槍品牌第一名 日曆變品冷氣 銷售第一 交屋前 屋況仔細驗收 充分保障您的權益 全國幫我找到好房子啊 全國不動產 在地好家 實在厲害 哈豆大聯盟三大保證 保證不服 原價買回 還有大聯盟保固 買賣裝股車 就到好車大聯盟 哈豆大聯盟 哈豆保修大聯盟 清涼一下見證 訂保零件優惠實施中 小雨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會給您作動 譬如勃起功能障礙 也許社會腺肥大 所大來搞有困擾 一天堅持問題 政客主義就能有效改善 和兩種幸福 一次都有 請先到便宜必流口 也許有救 收出幸福雙想報 臺灣在來關心力 您現在收看的是 前線百分百 只要白飯 乳汁多點 這麼省 想買車 成員好 買Toyota 最高可想三萬元夢金 最低日付五十 五年期滿 半價購回 哇 再送免費訂保 和五年 十四萬公里 全車延長保固 哈哈哈哈 驚嚇好康大四喜 最高三萬元夢金 還有免費訂保 及全車延長保固哦 我不確定她是最適合我的 我不確定她是不是 就是愛情的重點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她把我當媽媽 還是當太太 我不確定 我哪天又覺得好急 就我不確定 她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是無法確定 我會只愛她一個 我不確定她會不會再喜歡男生 不確定 她會不會忘記我 但我確定我會繼續愛下去 我會 我會 有興趣連電股東會資格當中的這句話 她說她要通過私募增資案 聖姐 什麼叫私募增資 第一點 第二個 那是誰可以參與私募增資 是特定人呢 還是一般賞戶都OK 第三 那她股權會不會變呢 OK 那基本上她增資的對象 一定應該是一個法人為主 那所以一般自然人的話 既然你是私募來講的話 就是以特定的法人為主 我跟你談好 對 然後價格談好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私募的對象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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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增資案的一個合作夥伴 也可能有關係 他20不做啦 20奈米 他跳過去 直接往14奈米來做 奈米喔 數字越低是越高階喔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就聯電的一個大股東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企圖心啊 在這個波段來講 應該是夠的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投資人 比較關心的是股價啦 那最近股東會很多 我給大家幾個概念 就是說股東會 你如何去看股價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 大股東的心態 就是說 像以聯電為例來講 他都既然 他的價格可以拉高 而且他也告訴你他的方向 而且也講到說啊 他的下半年 絕對比上半年好 那股價如果位階又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大股東心態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周線的位階低 我們常講說 股東會啊其實 如果他已經在很高檔 再放力多的話 你反而要小心喔 但是如果說他位階低低的 告訴你說未來前景不錯 你真的可以把它當成一回事 然後最好還有實質的業績 加上說 玩這種 我們講說以股東會為主的 以大波段的操作啦 就是說 像這種LKK的大股票 我不建議 我之前就講說 不建議你今天買明天賣 或是這禮拜買 下禮拜就賣 你大概要用 一到兩個月的時間來操作 我覺得會比較OK啦 所以我覺得說 以聯電他的一個整個 我們講說他股東會 釋出來的訊息 我覺得還算是蠻正面的 今年真的都流行那個 老Coco LKK的股票 你就看 我們跳幾檔 聯電了 對 然後光寶2301 是 技嘉維新 群創 群創 國具 對 東西老Coco的老股票 結果都大早跟大牛以前不會動 現在都飛上天了 不過聯電 我們再回到2303 麻煩上周K或月K 又跟曙方姐一樣個答案 聯電的董事長到最後跟那個 買了15年聯電的小股東說啊 放心啦 我不會讓你血本無歸 那15年前的聯電的股價呢 是在哪裡啊 好像是60幾塊左右吧 在這兒 所以他的意思是會讓它回到五六十塊嗎 其實我覺得五六十會比較困難 這題有點難 對 比較困難 我已經講答案了 會比較困難 但是呢 現在買聯電會不會賺錢 我覺得是有機會 我們之前還不到13塊 就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真的很保守就買聯電 對 那我有幾個理由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情它是不是母基 旗艦母基 對 它旗下有很多IC設計個股 是的 請問IC設計個股在之前的物聯網 夯不夯 強啊 夯啊 物聯網它其實基本上跟穿戴式裝置 要到2015年才會有實質的營收跟獲利 但是股價已經漲上來了 那我們先從兩個角度 第一件事情 股價漲上來 聯電能不能賣 賣它們 它賺多少 對齁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現在景氣復甦 就是從電子的上游半導體先開始 景氣復甦 這些IC設計個股營收成長 IFRS要不要回饋到聯電身上 當然要 對 所以我們說 如果說IC設計個股漲這麼多 本一比這麼高的情況之中 你已經不敢買了 不敢買的過程中 那當然聯電就是一個很好選擇 因為它買了很多IC設計股 對 因為它的小經濟都讓它大賺錢了 對 尤其股價最近也漲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整個我們說 做集團概念要有幾個訣竅 因為現在我們在講集團概念 大家也知道現在已經是6月11號了 對 所以慢慢到6月下旬之後 它的旗下小經濟裡面漲多了 那最後一定要把母雞的股價也稍微做上來 IFRS叫做國際會計準則 集團的作帳 這個小經濟股價漲起來 它所賺到的 應該說在股價的收益部分 要回饋到母公司 母公司聯電 守方姐曾經說過 集團的作帳 最後一波買的就是媽媽阿嬤的 是一種型的老母雞 股東會今天我們再秀個通通 今天開股東會的公司股價都好強 我們抓了好幾家 總共四家左右 維泰 股東會今天最熱的 大家追著董事長跑的 就這一個 就董事長大家也沒問到 對 一直在追都沒有追到 因為聽說他是從這個後門 透門進到會場 那為什麼大家追著他跑 其實跟這一個最近的遠雄案子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以證人身份現在約談 對 所以其實大家一方面 其實想聽聽看說 他對未來這個房地產的一個看法 那不過這次我想這個鄭青天 這個新復發 他是維持著過去的一個 往常的慣例 在鼓勵政政的部分來講 他也是蠻大方的 他這次配發的 大概是兩塊錢的現金鼓勵 然後五塊錢的一個股票鼓勵 他算是我認識 這麼多的營建股的公司 算是比較願意去發放 股票鼓勵的一個公司 那他發七塊 那股息殖利率大概多少 因為他這次股票鼓勵比較多 所以其實他的現金殖利率的部分來講 其實並沒有特別的一個高 不過按照以往的經驗 基本上根據我的個人觀察 他這個填息率算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就好啊 填息就是他除全息之後股價往下掉 那往上漲回到原來除全息的價位 叫田全息 是 對 那除了他這個鼓勵政策 在這邊股東會公佈之外 他也針對他未來的發展 大概去做一些說明 包括像是接下來他認為說 房地產未來大概十年應該會呈現穩定的成長 他這麼有信心 對 因為要建商嘛 對 因為還在打房 對 建商要自己樂觀 好 那另外就是說他在這個所謂這個老人住宅的部分來看 他未來兩年之內可能要陸陸續續進行一個推出 推出 那他也期許未來在五到十年當中 新復發展能夠成為一個國際級的一個企業 能夠越居亞洲前十大的開發商 哇塞他的雄心壯志很大 對 因為根據我個人了解 其實他在前面幾年就已經有開始陸陸續續到中國大陸去進行這種所謂的一個探勘跟研究 沒錯 那或許可能也許要在等這一波的一個中國大陸的房市修正完整之後 那如果說未來有機會 基本上我認為說其實以目前新復發他的一個實力來講 應該是有機會在未來五到十年當中 是成為亞洲算是頂頂有名的一個開發商 我大膽假釋 亞洲前十大的開發商 不用想都知道很多應該是在大陸的地產商 對 可是偏偏我們前天才報導過 掌握到說溫州的豪宅打1.3折賣給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大陸的房價是大跌的 以您剛剛講的那 鄭青天應該也是趁這個機會賺大陸房地產的實機財 有沒有可能他到大陸撿很多的便宜貨讓他自己變大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考量是有機會的 有可能 因為其實在先前有很多台商到中國大陸去投資房地產的時候 他們所命令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資金的部分 在台灣其實房地產的融資 不管是這個土地的融資或者是在建案的融資來講都非常的方便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一個融資的部分來講其實沒那麼方便 你現金要很多 對至少要準備五成有些要準備八成 所以我想說接下來新外應該是也許就像您說的 他看準這一波打房打下來之後 他可能要逢低做一個進場減便宜的動作 那麼第二個大家也比較做關心的就是在這個華新的一個部分 這也是剛剛森林所提到老扣扣的一個股票 老扣扣真的耶 現藍股第一家 對 不過這一次這個董事會 這個董事長焦又倫先生 其實似乎也給大家打了一戒強心針 他說過去三年雖然說虧損 但是今年是一定要賺錢的 而且今年他怎麼樣賺錢 就是首先他要去做一個去無存精的動作 他把一些旗下能夠賺錢的一個事業 好好地把它把握住 包括像是特殊鋼、房地產、電線電量的部分 算是他原本的本業 那之前一些比較屬於沒有辦法賺錢的 包括像一些的節能的事業 反而就開始陸陸續把它去做一個縮減的動作 所以如果說就華新的一個目前的股價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 因為他現在他的一個股價禁止比是小於一樣 對 所以如果說他真的能夠如董事長所說的 未來他能夠出現這種油虧轉移的話 基本上我想股價應該都還有機會 再往上去進行一個反應 他現在淨值是多少 我沒進去的話大概16塊錢左右 16塊 OK 好 那第三檔是遠傳 遠傳最近也是非常的一個熱門的一個 這個所謂新聞話題 那這次的許董 他要說要發放現金股利3.75元 那我特別算了一下 如果說以今天的收盤價去看的話 他的現金殖利率是高達5.48% 很高耶 算是相當的一個高 而且他已經提到配率 鼓勵配發的比例是業界最高的 那大家也非常關心 他就是未來到底是不是真的會跟這個 郭董來去進行一個合作 我先問一下 鼓勵配發比率是盈餘的104% 一倍多 業界最高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發這麼多 基本上電信公司都收現金了 哦 賺很大 大家還有一些資本公機 在這邊去做一個所謂的配發動作 而且那個綁約一綁都兩年 是啊 所以他們當然有很多的現金 可以來去做這個發放股學動作 好 所以想要去追求這種所謂的一個 現金流的好公司投資朋友 在投資的話 其實電信三雄絕對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方向 而且現在大家最關心就是 韋太剛講的 遠傳是不是真的會跟 鴻海集團下的國機來進行合作 然後達到雙贏 聽說他們那個頻譜 剛剛好就是卡在中間段 對 如果說能夠去進行這種合作的話 那基本上它的一個頻段 會馬上就能夠獲得這個放寬 聽說亞太 因為亞太現在是被鴻海買走 是 亞太好像是AE A3 中間的A2好像就是遠傳 遠傳 對啊 所以勢必會合作咯 沒有這個補充一下 這個不一定 他們說了算 這個NCC同意 對 所以一般投資人不要認為說 他們說OK就OK了 不是說他們講 後續還有變數 所以要持續追蹤 我覺得不是像報紙媒體講說 我換就換這樣子 那現在郭台銘董事長有沒有想要 你當然提出來讓NCC來核准 因為當初你是各標各的 那你現在說為了要評補更有效率 運用的話 你勢必要再經過主管機關 這個是一個正常合理程序 所以還是要等答案 對 目前還是要再做個觀察 OK OK 那第四檔就是高價股的部分 在隱形眼鏡的清華光 那這個也算是高配息 它配了22.5元的一個現金鼓勵 那麼其實我們知道在隱形眼鏡 它算是非常高毛利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它在今年針對這個所謂高毛利的一個隱形眼鏡的代工的部分來講 它會持續再做一個加強 那預估今年應該是考慮到中國大陸市場的成長性 大概應該有20%的年成長率 所以它的市場主要也是放在中國那領域 對 它是比較著重在這種中國市場 然後是屬於這種比較內需市場的一個部分 我聽說那個隱形眼鏡 我真的覺得因為我也是用日拋型的 隱形眼鏡真的用得好兇 而且還不便宜 聽說隱形眼鏡的毛利率很高 大概多高 超過50% 超過50%的毛利率跟蘋果相當了對不對 隱形眼鏡 其實隱形眼鏡的毛利都很高 十八姐你有帶隱形眼鏡嗎 我沒有帶 我是動過近視眼的手術 但是我要先講 我們先來看1565的精華的一個股價 對 我們先來看它的股價是比較重要的 它的股價並不高 底型都出來了 可是買精華一定會比較好嗎 你想想看我們台灣有多少家公司說它已經會做這個區塊 以前是精華跟精可獨大 對 可是呢現在裡面明基財 也在做 大力光 加斯達 他們這類型的公司裡面都說他們會做 所以未來的競爭會比較激烈 毛利能不能維持那麼高 我就還要後續觀察 對 講到這一點 維泰幫我做點補充 剛剛的那個四家的股東會嘛 今天股價也都在漲 那操作部分給點建議 如果說就目前看起來 因為整個營建產業 都還瀰漫在這個政府的一個打房的一個氣氛之下 對 所以其實現在其實有很多很直優的營建股 先例如說華股 它這次配發現金股15.5元 其實你換算它的值率也相當相當的高 可是股價就還是在做一個破底 股價在破底 對 營建指數在前兩天也是在進行破底的動作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營建股的部分來講 可能就暫時先請看聽一下下 我個人認為 好 那我們先進廣告了 因為巧的是今天遠雄 包括了新復發 股價反倒是不太跌反漲了 那又怎麼來看待它的操作部分 明後天開股東會的公司好多 微態繼續掃描 回到香港之後 我們會有一大塊的操作教學之外 另外一個點 那就是強勢股 同樣一個強勢股 誰能夠保持它的強勢 您的方向不能抓錯 現在我們會有更多的 我們會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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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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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上面 好 爸爸又在睡覺了 這行車太舒服了吧 我沒有困難 我的樣子 兩樣子無力 M7 Turbo 全球首發 LUX Chen 無時無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in your eyes How much you need to know My darling 享受 城市埋頭 泰皮小麥啤酒 LINE 命的威脅 只能靜靜等待 或是團結奮力一搏 為了自由 將領人奔跑吧 全新地圖 給你耐造 您現在收看的是前線百分百 親愛的我 多麼幸運 人海中能夠遇見你 親愛的我 多麼盼望 每一天在這裡和你分享 假的感覺 人家 Toyota only for you 迴響消費 抽iPad Air 等超多行李 無時無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realize How much you need to know My darling 我享受 城市埋頭 買皮小麥皮小 I love you 世界名創 家具精品 年度盛惠 13到16 台北世貿 哈豆大聯盟 三大保證 保證不符 原價買回 還有大聯盟保固 買賣裝股車 就到好車大聯盟 哈豆大聯盟 哈豆保修大聯盟 清涼下見證 訂保零件優惠實施中 米蘭池上 年度新品 13到16 台北世貿 您現在收看的是 前線百分百 想去日本嗎 HONDA全車系 送你前進日本 試乘車 日本商務艙 雙人機票 交車馬上送 日本六大航線 雙人行 CFV Super S 極致安全 魅力升級 進化的極限 是再次超越 CFV Super S 限量登場 我不確定它是最適合我的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 就是愛情的重點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它把我當媽媽 還是當太太 我不確定 我哪天又覺得好急 就我不確定 它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是無法確定 我會只愛它一個 我不確定 它會不會再喜歡男生 我不確定 它會不會忘記我 但我確定我會繼續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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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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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呢 我們趕快看一下 這個利空核心的遠雄股票 新復發股價 今天都收紅的 42塊的遠雄 還有包括了新復發 今天開股東會 股價還尾盤 拉高呢 67塊8 所以維泰針對 這樣的銀件類股 就是先避開都避開 目前看起來 除非你有準備要長期投資的打算 OK 不然我覺得銀件股 目前看起來其實 還在風頭上 暫時要先避開一下 對 那剛剛還有 三家的股東會呢 好 那至於說其他的 包括像是華興 我剛剛提到 因為董事長都出來 就打包票說 今年應該會賺錢 所以我想 以他現在的股價 低於禁止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可以 去進行一個分批承接 所以華興還不錯 好 那另外來講 像遠船 或者是在金華光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說遠船 基本上他也算是一個 定存方面的一個概念股 再加上今年又有4G的題材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這邊有拉回 應該還是可以做一個分批 來去進行一個佈局 這是今天股東會 那接下來 明天開股東會的 來 還有哪些有機會 明天像是聯發科 還有像是可成 甚至說像這個世界先進 欣甫跟順達 我想這個是大家 比較會關注到的一個 這個所謂科技股 尤其是在聯發科的部分 大家會關心他的4G 4G接下來的一個展望如何 那至於說在金融股的 會來講 其實在6月的第一週 金融股就已經開始有 進行股東會的召開 而那個時候我們看到 當時的包括像國泰金 富邦金 其實股價都有往上去進行反應 最後我要幫觀眾朋友 謝謝維泰了 我想起來了 早在那個時候 一個半月前 維泰說注意注意金融金融 直到今天我在看到的 金融期的正價差 所以這一波的浮冰 果然金融發動衝關 對 您剛問到說 為什麼金融期是正價差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其實現在外資 它在買超的一部分來講 確實有增加金融股的一個比重 OK OK 好 好 剛剛看到的那個明天開股東會的幾檔表格當中 有注意到嗎 有可乘 可乘 還有包括聯發科基金也算吧 我就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今天那個藝人 帥哥 又把那個iPhone6給他拿在手上 林志穎 淑芳姐 為什麼林志穎總是有辦法搶先拿到全世界第一支蘋果的手機 其實一般而言 這些所謂的媒體上面的寵兒 就是這些的明星喔 他們會以身為 他們為明星 要能夠上網路上面 點閱率最高要如何 一定要拿到一個iPhone6的手機 大家都拿不到它拿到 跟我目前了解的幾乎都是一樣 它曝光的內容包括哪些 第一件事情我們說過 在這一次iPhone6 確定要出來的應該是4.7吋 它這一次拿出來的也是4.7吋 那第二件事情裡面 它去除直角的設計 的確它的四個角度 你跟iPhone5S去比 它的四個角它比較圓滑 這也是我們在之前裡面了解到的 以前沒有圓滑就對了 以前有 但是沒有那麼圓滑 你可以去比 如果可以的話 瑞涵去把四個角畫一下 你看 這一支就是王姐講的iPhone6 底下 這還要畫畫技術 我畫畫得不太好 好 這個 有 真的你看這邊 這以前舊的 它就沒有那麼圓了 對 所以它四個角會比較圓滑 幸好我畫得好 它部分裡面它的一個電源的確是改變的 OK 你看我們之前的電源是不是在上面 對 它改變到右側跟左側這邊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跟這個 還有兩個東西在這邊 這邊其實有兩個對齁 第一個它的閃光燈更大了 閃光燈更大 然後再過來它的鏡頭 仔細看一下 它的光圈會更大 鏡頭的光圈也變大了 也會變大 所以這都是未來裡面來講 iPhone6的一個賣點 因為這張字卡上面只有談到 iOS的一個作業系統 以及它的電源跟它的圓弧型 但是這個部分沒有看到 大家仔細看 對 這一個是很大的一個差別 你看 來我們把兩個閃光燈 這個有沒有比較大點 有味 這個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在這一次照相的功能上面 非常大的精進 那這一支如果照您剛剛這樣的預測 它預估可以賣到很多支嗎 因為我目前我個人的飼料 跟世界上面的飼料都會賣得很好 大概如果總和下 加上明年的低劑大概一億支裡面沒有完